那接下來呢 我也要介紹一個是可能就是女生吧 尤其是現在小包當道嘛 大家都希望東西越少越好 越小越好 這樣就可以裝得越多 我也不例外 我不是一個很愛擦護手霜的人 但因為最近很常用乾洗手 所以我就會準備護手霜 我發現這一個應該是小出局吧 就是這個之前很多人都會就是有在用的這個牌子 我覺得我要推薦的不是它內容物本身 當然內容物也是非常滋潤 我是覺得這樣子一個小小的東西 就是你放再小包包 放不下手機的包包都塞得下 然後真的非常不佔空間 而且你不要想說 好像這麼小一下要用完或怎麼樣 我覺得還好 因為這裡面是油膏狀的 所以非常的滋潤 其實一點點就夠你滋潤全手了 對 所以我覺得 而且味道也不會有太治癌的感覺的細味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還不錯 蠻推薦 這我是在薄牙買 我不知道屈臣室有沒有 我如果下次有遇到 我可能還會再多吞一些這一個 接下來呢 我要介紹兩件衣服類的產品 其實它是一件 就是一個樣式的 我今年冬天 我大概真的就是活在這兩件當中 上班穿很長 然後有時候甚至假日的時候我也會穿 它是ZARA買的 非常便宜 我猜料質可能也沒有到 可能沒有到不好 但可能也沒有到非常好 但是保暖性還是有 因為它是相對這樣比較貼身的 然後它就是有了高領 你可以折下來穿 我買了兩個顏色 然後我覺得這一個衣服好的地方是 因為它是ZARA 所以我印象中應該可能 我不確定我是買可能1000上下 我有點忘記價錢 但就是不是很貴的價錢 但是因為它是密的 所以基本上它非常的保暖 然後加上高領 我覺得脖子有圍起來就是不一樣 非常的保暖 然後我當時在選的時候 因為這種通常最怕的就是比較貼身 然後會讓你的身材曲線避露 也許你不會那麼想 那像我當時在選的時候 我通常在ZARA是穿M-MA的 這一件我印象中 我不知道是買到L-MA還是XL-MA 就是我是希望它穿起來是比較long的 但是如果今天真的要紮在 可能西裝褲裡面或裙子裡面 也是紮得進去的 對 那因為它的料質就是真的比較 然後它雖然是毛衣有一定的厚度 但是相對於一些可能出針織的毛衣 它是比較薄 所以它是可以塞進你的牛仔褲 或者是你的西裝褲 或者是窄裙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算是 至少在2019年的秋冬 我真的非常常穿 而且它的體積非常小 所以如果你疫情結束之後要出國旅遊 唉 出國這件事情現在大家都離大家非常遠 就如果你疫情結束之後 或是你之後 anyway 總是我們要抱持的希望 就是假設你之後要出國旅遊的話 這個其實放在行李箱裡 相對之下不太佔空間 然後如果真的冷的時候 你其實還可以拿出來 因為它不是那種非常寬鬆款式 所以它還是有點算是合身不貼身那種 所以你還可以在外面可能搭你 比如說搭內搭 搭一個類似衛生衣還什麼 然後在外面搭你的襯衫或其他衣服穿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很不錯 然後我就是買了兩個顏色 我真的是 這兩件真的是 今年秋冬穿搭率最高的就是這兩件 對 接下來呢 我要介紹這一樣呢 算是有點意外 會出現在我的影片當中 但是其實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紹過 就是等等 狐嶺 就是 嗯 這是四公斤的 就是我本來還覺得這個好像有一點 你四公斤你在家隨便找個比較重的東西 搞不好也是可以取代 就是好像買這個有一點可以搞 但是我後來發現四公斤真的是 雖然它是比較輕 它可能是最輕的狐嶺吧 我猜 就是 但是因為比較輕 所以你就算再累 你都有辦法 呃 比較好Push自己去做鍛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還不錯 我本來以為我會拿它做腹肌運動啊 或是單手手臂的一些運動 後來我真心講就是 我買了一個四公斤 一個十六公斤 我本來想說十六公斤可以拿著做深蹲 拿b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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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 但是我後來是拿四公斤 我就真的拿四公斤做深蹲 就是它不會造成你太 就是它不需要真的暖身暖的非常暖 才有辦法做 然後它其實也不會 就是它這個重量不會造成你一些傷害 然後也不會真的讓你每次想起要鍛鍊就覺得非常辛苦 我覺得四公斤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重量 就是有負重我覺得還是有差啦 我個人覺得 然後它會讓你可能本來做起來會有點累 每一旦不會流汗的動作呢 變得就是可能做到一半就開始冒汗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很不錯 因為至少我每天都有用它來做深蹲 所以一樣嘛 每天用就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 不能講頭 我覺得它沒有很貴 就是非常好的這個購物的一個紀錄這樣子 接下來進到我們今天的最後一下 最後一下呢 我想要分享這個 其實有點顛覆我剛剛講的每天用 但是我覺得它算是如果你是熱愛時尚的人 就是希望自己看起來是非常有型的人 我其實蠻推薦這一個 這個就是一個 真的它算是一個籃子型的提包背包 它其實有附一個可拆設的袋子 但是我並沒有用它 就是大部分我都是這樣拎著 為什麼我說它是一個 就是我覺得如果你是比較有型的人 非常適合的呢 沒有錯 你可能不會拿它去上班 Well 對你不會拿它去上班 當然你要也是可以 但是我不會 但是基本上就是一般假日啊 就是如果說我今天想要就是比較造型 然後我可能不知道要穿什麼 或是我就是很急忙的出門 可能T恤牛仔褲簡單的東西 我就拎個這個 我覺得真的超級有型 就是立馬從路人近身網紅 或是Instagram上出現的那一些 Well 可能不見得是網紅 那就是你知道路人變成就是一個好像是 有在走在時尚產業端的人 對那這個呢 其實我當時買的時候也是因為 就是它其實是在網路上很紅的一個叫 Stard的牌子 然後它是全皮的 然後算是一個輕奢小眾品牌吧 在美國 然後我當時買的時候 是在國外的購物網站上買的 其實也沒有到 就是幾千塊錢沒有到很貴 就是我覺得以它的Quality來講 然後因為它其實全部都是縫明線 所以其實縫線的間距啊什麼 就是看起來真的我覺得Quality是沒有話說 當然它比較硬挺啦 所以可能你要出國旅行啊什麼 會比較不方便攜帶 不過它真的就是 一拿就是非常有型 然後可是因為又不會太誇張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 就是中性非常好搭的一個大地棕色 焦糖棕色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算是 嗯 我過去我本來以為這種東西就是 只要拿過一次或是 可能真的拍照啊出去玩 嗯 可能要看起來有造型才會用 但我後來發現 因為它蠻好用的 因為它就是一個大開口 然後它就是有一個束口袋 你可以把東西束起來放進去 我覺得它實用性還蠻高 其實我蠻常拿它 因為它就是 像買菜一下拎著去走 然後容量上也是非常夠你妝的 所以我覺得它比我想像中的常用到 然後我發現每次用它真的 立馬有型 然後因為這樣我又更常來拿它 然後我就覺得 以這樣子的價位跟 嗯就是 這樣特殊的外型還有我常用程度 我覺得它算是一個真的 相見恨玩 甚至我會在想說他們家其他看起來 好像看起來有點怪怪的形狀的包包 我要不知道再買回來嘗試一下 對曾經有過這樣的想法 但是我覺得當這個物以稀為貴嘛 當一個東西就是怪裡怪的東西多了之後 也許你可能就不會太常使用它 所以為了延續我對這個包包的愛 我就覺得OK好我就繼續就是好好的享受它 然後直到真的哪一天我可能對於這樣的包包 或是可能它真的用舊了還是怎麼樣壞掉了 要買其他的再說這樣子 但就目前我真的非常喜歡 而且我覺得這個把手啊 就你可以這樣拿 然後其實你也可以綁一些絲巾做一點變化 我覺得真的蠻不錯 甚至如果你想要再花俏一點 你可以裝完東西之後 在上面最上面的時候放一點那個 就是色彩鮮豔的絲巾啊還什麼 就是多然後讓絲巾露出來做點綴 我覺得也非常非常可愛 而且通常這樣子的包包可能會覺得是夏天零 但是因為這個顏色 其實我覺得冬天穿西裝外套 零這個我覺得也蠻好看的 所以對啊 意外的滿常使用的一個 非常有造型款的包包 對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分享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影片的內容 那就是一樣希望大家 除了在影片中就是 你知道得到一些靈感之外呢 就是最重要的在這個疫情的期間 還是希望大家可以保持健康 然後充滿感恩的心 勤洗手我們一起加油 掰掰